第879章仙洞 石胸宝树 十号眼睛当时就亮了起来 无比激动 目中只有那块骨 再无其他东西 哼 冷哼声传来 带着敌意 还有杀鸡 在这片洞府中弥漫 好多人 都是高手啊 落到小生开口 强如他都感觉压力巨大 因为这里的人没有一个弱者 都是超级生灵 有些人他认识 为一周最强天才 强大的离谱 还有些人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根据他们的形体能判断出是哪一族的翘楚 居然有上百人 蓝依晨倒吸冷气 确切地说有将近二百人 走到了这最终之地 须知 他们在沿途历经艰险 先闯过五十关 又历经蒲团劫难 若非有十号这个强大的怪物 不可能活着来到此地 可是这座洞府中 却足有近二百高手 我们走得路艰险 为十条必死之路之一录一小生道 倒是很乐观 又来了几人 要分我们的造化 各位道兄希望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吗 忽然有人阴侧侧地开口 的确 来的生灵越来越多 可这洞府能有多少质宝可分 我也觉得该制止了有人回应 十号将目光收了回来 看向前方 那是一片倒台 都很高大 每一座上面都盘坐着一个生灵 或猙獰 或俊美 或天生丽质 有男有女 足类不同 有一点是共通的 多位高手 强大惊人 洞府中 气氛很紧张 有股杀气弥漫 那成片的倒台上有不少生灵怀住敌意 十号神色依旧 只是话语很强硬 毫不退让 道 想出手尽管过来 我接着 呵呵呵 有人在笑很放肆 其音飘忽 忽左忽右 让人难以判断在何方 道 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把这里当成你自己所在的州了 不知死活的东西 诸位还愣着干什么 送他上路有人挑拨 话语带着冷意 不过 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是傻子 谁都没有妄动 不愿做出头鸟 再怎么说 新来的这古人马也是从一条死路出现的 必然难惹 藏头鹿尾的东西 你自己都这样说了 怎么不敢出手 鹿翼挺了挺胸膛 这样说道 各位 我数到三 一起出手如何 到时候我等神念共鸣 确信彼此都会出手 就不用担心了 将这几人干掉 那声音又出现 音侧侧 带着冷意 一刹那 这里寒气陡声 杀意弥漫 显然很多人动心了 若是神念共鸣 彼此交感 就不用担心了 落到 蓝衣尘都变色 不禁倒退 这里可没有拥手 全都是人杰 若是启动 后果很不妙 甚至 他们觉得 当中多半还有古代怪胎在冷眼旁观 十号瞳孔收缩 形成模糊的符号 扫过人群 冷声道 不用了 现在你就可以出手了 说吧 他大步向前走去 顿时让整座洞府都颤动了 起来 因为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这里有巨大的力量在压制 而此时 十号步履坚定 从容不迫 每一步落下都让这里聚振不已 如同一个史前巨兽走来 他盯着一个黑袍男子 快速到了镜前 抬手就轰煞 那男子变色 不曾想到 居然有人可以变出他的确切位置 以秘术迷惑都不行 被看出了真身所在 逆 他从倒台上长身而起 祭出宝具 施展神通 激烈迎战 让人震撼性的事发生了 十号平级肉身震飞那些宝具 以拳头击散宝树 并且咚得一声月上倒台 砰 两者碰撞 有血在溅起 那黑袍男子惨叫 竭尽所能对抗 然而仅仅十几招而已 他便被格杀 这一幕震住了很多人 能走到洞府中的人 有几个是弱者 必然是秀为最强的一列人 结果却被新来的这个年轻男子迅速斩掉 这足以说明了一切问题 来人很强 不过 也有人撇了撇嘴 并不在意 对自己极度自信 这群土包子肯定进来的早 不知道允仙岭一战路易工农 落到急忙阻止了他 示意他不要乱语 因为这个地方绝不简单 说不定就有古代怪胎 过早暴露 会被人盯上 十号没有说话 跳下倒台 他感觉到了几股让他都凛然的气息 心头一惊 告诫落到他们 要小心 他仔细感应 那几股气息消失了 不再出现 并没有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确切为止 显然 此地有志强者 毫无疑问 若有一战 必将石破天津 恐怖无比 走 十号领着几人向前走去 不过路易第一时间叫苦 难以迈步 支撑不住 面色苍白无比 我回去 在后面等你们他很有自知之名 不愿拖后腿 不久后 落到 蓝依晨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很难迈步了 而他们不过走到那片道台前而已 最后 他们又坚持了片刻 越过数十人后 实在走不动 越上道台 上面压力小 十号道 果然 两人就竟各自选了一个无人的道台 艰难上去后 压力顿俭 能够自由活动啊 咦 道友你在做什么 为何放自己的血 蓝依晨吃惊 他看到相邻移坐到台上 有一名中年男子划开手腕 向到台上滴血 令他不解 悟道 你却滋养到台 能聆听到仙洞中 那块古书上所传出的真惊声 这个修饰见识到了十号的强大 不愿得罪他们这一伙人 如实告诉 落到 蓝依晨愕然 这样获取真惊 他们有点不明白 为何不去鼓洞中去取 难道那里极度危险不成 那鼓洞进不去 死了很多人了 那修士说道 蓝依晨闻言后 没有出声 滴落一些蓝血进行尝试 果然他身下的道台轻颤 有一句经文传入他的耳中 此前 在那蒲团中聆听道过 这 太奢侈了吧 一句经文须一团真血 若那古书上有数万句经文 我们就是钱哭了也不够落到醋眉 十号文言 没有停留 静止向前走去 要接近那鼓洞 那里有最靠前的一列道台 众人亥然 看着他一步一步前行 顶着巨大的压力 居然很平缓 脚步节奏不变 在许多人吃惊的目光中 十号身上腾起符文 对抗那越来越大的压力 不时发出可怕的光芒 在路途上 十号看到了不少血迹 尸体足有数十具 显然都是强闯而死掉的人 他来到了最前排 距离那鼓洞很近 不过数丈远 这第一排共有三十六座道台 对住那鼓洞 十号心中一灵 这最前一列的道台上居然早已坐上了二十人 还空住十六的道台 这让他心头一惊 要知道 到了此地 压力已经俱增了 寻常神奇根本无法承受 一般的真神都要被压成肉腻 显然 这二十人都了不得 可以猜出 当中有古代怪胎 十号没有闯鼓洞 而是月上第二十一座道台 再次盘坐了下来 在这里 也有尸骨 而且厚厚一层 分布在第一排的三十六座道台下方 不下数百句 或雪白晶莹 或紫金闪烁 都是古代所依留下来的 那是历代的强大天才遗骨 这让人惊悚 当中说不定就有古代怪胎 十号默默思存 仔细打量 发现第一排的道台上二十人中只有个别人滴血参悟经文 其他人都闭目打坐 不曾那样做 他点了点头 也不曾滴血 等待机会杀进古洞中 弟弟跟我的路径不一样 目的地也不一样 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十号轻语 不过他知道秦昊应该未发生意外 因为他在秦昊身上所留下的烙印感应还在 诸位 我们等了很多天 聚集的强者差不多了 可以尝试了 应该能闯进古洞了此时有人开口 源自第一排道台上的一人 而他睁开眼睛时 目光也只是在第一排众人身上扫过 是对他们传音 向后方的众人都无视了 一 忽然 后方传来骚动 又有强者来了 引发人们惊呼 又是从死门走来的人 好厉害 居然还是一个女子 有人惊呼 闯过了必死之路 真是太强大了 人们惊叹 才经历过十号出手事件 这次没有人妄动 也无人提议击杀 相反 一些生灵露出异样之色 因为觉得这个女子太过超凡 美丽绝伦 令人心惊摇曳 十号暗叹 人跟人真不一样 因为绝带丽人 居然惹出了一片炽热的目光 不曾有一点敌意 这个女子长裙飘动 踩在地面 清零若先 一步一步接近第一排 并不吃力 她身材极好 曲线起伏 傲人无比 拥有一头水蓝色的长发 光可见人 面上蒙住一层面纱 神通都无法透视 不能光看到其容 那双眸子很大 也很美丽 带着莫名的光彩 如同璀璨星河闪耀 让人一望之下竟要沉沦 除此之外 十号注意到 在她水蓝色的长发间 还有一对角 藏在发丝间 隐约间可见 龙角 有人惊呼 有其他人也见到了 斯 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传来 她 难道是传说中的龙女 有人站立 所有人都被震动了 古代怪胎中有一个这样的女子 无敌之姿 惊艳世间 七居海域中 强大无比 真的是龙女 有人确信 因为她并不费力 直接来到了第一排倒台前 跃上了第二十二座倒台 盘膝坐下 与十号相邻 可以了 我想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能进此洞啊 诸位是否同意 第一排的倒台上又有人开口 一些人陆续点头 直至到了最后 所有人都点头 一致认可 包裹了十号与那生有龙角的绝代利人 动手 二十二名高手 强大到让群雄站立 一起冲向鼓动 展示强大的神通 仙洞 很迷蒙 有混沌器 也有仙光 不断流转 形成了一层坚固的光幕 但这个时候 二十几位最强生灵全力攻击 那光幕扭曲 模糊了 终于溃散 他们一冲而入 超乎众人预料 并未付出血的代价 他们成功闯入了 不过也势然 毕竟这是最强大的二十几人 有古代怪胎 让人意惊的是 所有人都似变小 化成了尘埃 那洞府中的玉石桌 彭幅比山月都高大了 上面摆着神圣古书 显然 这里有空间法则 不是众人变小了 而是那玉石桌本来就高大如山 只不过在外面看不出来 好东西这么多 有人惊呼 仙洞中 还有许多正常高矮的器物等 其中有古书 有法器 还有宝药 神药 好芬芳 有人冲了过去 想要采摘 那里流光一采 有神药扎根地上 流动万缕霞光 神圣古堡乾坤袋令有人大打出手 要争夺一件神秘法器 十号凛然 认出那袋子很不凡 居然由数十块太古神兽的匹平街 激烈而成 这连教主都能收进去吧 这里发生了混战 激烈无比 自然有人冲向玉石桌 想要抢夺那块蕴含着鲜光的古书 半空中 人影翻飞 战斗到沸腾 十号不断跟人碰撞 也杀红了眼睛 嗡的一声 法则降落 禁锢了此地 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有静止在保护古洞 怕我等毁掉洞府所有人力量都受限了 半空中的人向地面坠落 更加混乱 这里混沌气弥漫 鲜光流光 越发的模糊了 十号感觉后方有人 向后直接就挥了一掌 响声清脆 啪 她感觉一样 回头的沙纳 发现被几大高手围攻的龙女正在瞪着眉眸 怒视她 因为她那一掌 画成的符文飞出去后 拍在了她的风臀上 第八百八十章 胸巢经变 龙女 身姿恶挪 曲线起伏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垂到妖际 闪耀光滑 阴白的额头上浮现黑线 眸子若星河般璀璨 瞪着十号 老虎屁股摸不得 可是现在十号却摸了龙屁股 她自己都有点无言 虽然是无心之果 可终究是打了一巴掌 那风臀微颤 浮光流淌 显然遭遇一击后 强大如龙女的肉身也很不好受 当然 十号还是非常震惊的 换作其他神奇被她拍中 肉身绝对爆碎了 可是龙女的精英机体却不曾受损 真结实 丰满而且还有一股弹性 十号心中嘀咕 你在说什么 龙女戴着面纱 美丽的瞳孔及以上部分都露在外面 精英雪白而富有光泽的额头黑线更多了 眼中怒火喷发 十号愕然 她并没有说出来 只是在心中嘀咕 怎么好像被她知道了 的确圆润 富有弹性 身材好得没话说 虽然看不清真容 但肯定是一个绝代利人 不过 她似乎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 她心中孤农 你还敢说 龙女戴眉倒数 美丽而如心灰闪烁的眸子中更是射出刺目的光束 如两道星河飞来 她曲线凹凸有致 完美的身材散发圣光 爆发惊人的神力波动 击退身边的几大高手 向十号而来 那种力量让十号动容 暗自惊叹 不愧是龙女 不愧为古代怪胎 强大的离谱 同时 她也惊醒 对方多半掌握有 她心通 不然何以能知道她心中想什么 这可真是惊人的本领 古代怪胎果然都超凡入圣 有人开启了天眼通 有人则领悟了她心通 一个比一个变态 十号心叹 眉心发光 急忙护住神时 阻隔任何波动与连衣 她可不想背 人洞悉心中所思所想 轰 两人隔空对了一掌 符文绽放 耀眼而美丽 守悟 错 误会 十号大声道 解释刚才是无心之果 旁边的人也无言了 还守悟 这还真是不会说话啊 修 十号如离弦之箭 冲了出去 避过龙女 她可不想因为莫名的原因就跟她开战 这洞府中敌手不少 先跟一位古代怪胎打起来 没什么好处 当下还是夺造化要紧 此时仙洞中压力激增 众人想上冲上高空很难 会被轰落下来 玉石桌也太高了 落在地上 向上仰望 光是四个桌腿就跟撑天支柱般 粗打而高耸 屹立在那里 加之四周混沌气迷蒙 上方仙光流转 彭扶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到了开天辟地的年代 龙女略有迟疑 没有追杀 与几名敌手再次拼斗起来 当中有一位古代怪胎 联合其他人要杀她 很明显 双方的道童有夙愿 不死不休 不然不会在这仙洞中读直接血拼 而非仙夺仙道真经 快助我 采摘到那株神药 前方骚乱 一群人在争抢 有些人早就结盟了 那是一株古药 枝脉上有一朵花 晶莹欲滴 绽放七彩霞光 散发浓郁药香 刚一临近就让人有种羽化飞声般的错觉 砰 十号临近这里 跟人对了几掌 这地方非常混乱 各种符文密布 各方打出了真怒 古代怪胎的铃声 十号瞳孔收缩 显然 对方真身也在仙洞中 不过彼此分开了 为了夺到更多的造化 洞中 最起码有数位历代最强的王 曾与某一世在三千周奇才大对决中独占凹头 在这仙谷内无敌 一下子就出现了数尊这样的人物 且都放出了铃声 让这里一下子狂暴了 十号目光璀璨 他并没有分出铃声 而是真身触动 冲了过去 要去夺那神圣古药 大战激烈 宝具翻飞 当中不乏天神法器 惊得十号都心头一颤 这个级别的兵器 一般来说很难带进来 除非是残缺的 有致命缺陷 应该是在这一秘境中温养出来的法器 或者是迅速修补好的十号心头一跳 这个地方果然可怕 他取出自恶魔岛雷霆河水中得到的丹炉 用以护体与防身 这件法器很特别 从来都不发微区攻击 但是防御力却不可揣测 当 有骨针飞来 设在丹炉盖子上 十号身上寒毛稻树 这是化血神针 在强大的真神命中都要立刻成为浓血 非常难以炼制 据传是以天神的骨熬炼而成 修 随后 数十枚骨针在这里击设 防不胜防 贯穿了这片虚空 啊 当场就有几人惨叫 被钉死 第一时间化成浓血 连骨头都融化了 惨不忍睹 轰 十号身体发光 撑开唯一洞天 催动丹炉盖子 冲撞向前 与几人一同出手 抓向仙洞中那缭绕光辉 扎根在一个角落中的神耀 他清脆碧绿 若玉髓啄而成 枝脉上有一朵七色花蕾摇曳 流光一彩 如挂着一道彩虹似的 然而 变故发生 这神耀会跑 拔根而起 向后一退 居然没入了石壁中 就此消失不见 十号与其他几人一同出手 轰在那石壁上 让此地大震 可是他却无恙 并没有损毁哪怕一丝 有古怪 十号心头大震 强如他 肉身无匹 都没有击穿石壁 可是那猪药怎么跑进去啊 其他几人也露出一色 向后退去 是 十号再出手 冲向另一边 争夺其他古堡 既然那笔山还高的玉石桌暂时登陵不上去 还不如先夺一些强大的兵器 壮大自己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争斗中都会有好处 天文海螺 十号目光绽放神盲 难怪这个区域聚集了不少人 激烈厮杀 原来有一件西式奇宝 那是一个海螺 能有巴掌大 看起来很古朴 没有什么光泽 但是上面的纹络异常烦傲 难以理解 据传 这是天之痕迹 这种海螺格外稀有 自古至今也不过发现了几十只而已 分外的强大 以它们炼制成秘宝 只要吹响 连天神都要崩开 若是成熟 强大的天文海螺更是能杀伤教主等 这东西必须要夺到手 这是所有人的念头 一旦掌握后在这里吹响 其他敌手估计都要陨落收场 十号自然也在力争 急速出手 施展出一种大神通 噗 一位强大的敌手被它打爆 鲜血飞溅 要知道 目前死在凶巢的生灵 足有十几万了 能够走到这里的人都是只强者 结果那人还是被击杀了 这让旁边的人警醒 十号分明感觉到 有古代古代怪胎开始注意它了 怎么回事 这次有一个金发人最先冲到前面 因为他一直在此地争杀 占据了地力 而自身也强到不可揣测 可是依旧抓空了 那天文海螺没入石壁 就此消失不见 十号健壮 向后退去 神色凝重 他没有再出手 盯着附近看了又看 其他古堡也是如此 难以得到 嗖嗖 就在此时 原本那些没有实力进来 盘坐到台上的身影 有很多人觉得压力消失 都冲进了仙洞内 也开始夺宝 十号神色殷勤不定 既然是留给后人的造化 为何无人可得 其 有人借助强大秘宝冲起 散发宝灰 天神秘宝 人们惊呼 这种法器是敬物 很难带进来 此时有古代怪胎 借助他冲上了玉石桌 坏了 许多人大叫 纷纷竭尽所能 向上冲去 十号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便是有古怪 也不得不一争 不然万一错过的话 注定将遗憾终生 玉石桌比山月还高 在上面有一块巨大的古书 流光一彩 鲜雾震震 异常的神圣与祥和 哈哈 终于到手 各位再见 玉石桌上 一个白发青年大笑 他抓到了那块宝骨 得到了石胸宝树 准备驾驭天神法器顿走 然而 他突然一下子变色了 与此同时 十号觉得头皮发麻 想也不想 急速冲出了仙洞 朝着外面跃去 快走 十号冲着前方大喝 提醒落到 蓝依晨 陆毅 让他们赶紧向外冲 因为 他从来没有一刻 像这样的心头悸动 觉得大祸要临头了 有一种将陨落斑的预感 毛发倒数 不仅是他 龙女也是一声尖叫 跟他同时做出反应 冲了出来 美丽的瞳孔写满了焦急 还有震惊 两人起头并进 一同逃出 冲向到台区 不 啊 浴石桌上 那白发青年大吼 猛力甩手臂 可是却根本无用 一身的血液 急速流向那 鲜光缭绕的骨块 与此同时 那鼓洞中 混沌气澎湃 射出一刀又一刀剑气 扫杀群雄 几乎在一瞬间 就有一片人成为血泥 崩碎当场 那是绝世剑气 别说是他们 就是天神来了 都一样要被斩杀 难以活命 当十号的后背 也挨了一击 若非他以单颅盖子阻挡 绝对要被击穿了 那沙光锋芒毕露 嗨 十号咳了一大口血 这冲击力太大了 即便有颅盖阻挡 也震得他浑身骨骼欲断 整个人向前砸去 那天发的重铜图 好多人说吓人 这个 莫找到好看的 其实有的重铜大铜套小铜 不细看只觉得铜很大 跟黑宝石似的 应该很美 不过我没找到合适的图 第881章 一曲迪音送群雄 啊 比山岳还高的玉石桌上 那白发青年惨叫 他一身的神圣宝血 都被吸了出来 洒落在古书上 溅在玉石桌面上 砰 古书一震 仙光倒倒 他那护体的天神法器 都均裂了 被毁在那里 不 我不甘心啊 他仰天大叫 满头白发乱舞 怒目原睁 这是一位古代怪胎 和其强大 结果就要陨落了 通天动地 他大吼 浑身燃烧 爆发出的气息 让所有人都心产 就是十号也是心头一震 深刻明白了 古代怪胎多么的可怕 绝对有超越 同境界极限的实力 已经升华 这种人物绝对的可怕 力压同事所有生灵 并非夸大 扑 然而 就在这时 他寸寸断裂了 即便施展最强宝术也无用 整个人砰的一声炸开 就此毙命 嗡的一声 那古书发光 混沌缭绕 剧烈一震 鼓动更恐怖了 剑气万道 该死 这是一片沙场 那古书乃是镇旗 只要一撼动他 便激活了此地 打神石产生道 这法阵太厉害了 连他都胆汗 不过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十号第一时间 发掘了一场 跟龙女一起跃了出来 离开了洞穴 啊 身后 成片的惨叫声响起 此起彼伏 全都是高手 大多都为 一周志强的年轻翘楚 可在这里 却根本不够看 那剑气一扫 带着萌萌混沌气 直接就是一片 人暴碎 化成血雾 啊 怎么会这样 突然 惨叫声 在十号他们前方 也响起了 那片倒台区 也发生了一遍 有部分人 未来的急跳下倒台时 被束缚在上 身上的血液 疯狂一出 没落到台中 快 向外冲 十号大好 落到 蓝衣尘脸色苍白 他们得到十号传音后 第一时间跃下了倒台 刚脱离 就发生了那种惊变 他们眼睁睁地看住其他人 有些是极其强大的初代 在倒台上挣扎 却徒劳无用 身体前扁 机体前哭 那种景象非常恐怖 血液不受控制 透过他们的毛孔向外喷发 洒落在倒台上 并且 活着的人注意到一个可怕现象 在那血液中蕴含着符号 遭急的人 体内蕴含的骨纹 都跟蛀血冲了出来 太恐怖了 人间炼狱啊 路易星颤 他站在最远处 将那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 仙洞中几乎没有活着的生灵了 几轮见光扫来 最强大的一批人几乎全灭 只有三四人冲出 至于倒台这里 也只剩下了二十几人 拼命向外逃 走 十号速度和其快 超越活着的人 快速就到了最外围 雨兰一尘 落到 路易会合 不过 原路不可走了 因为他们早已发现 随着他们进来时 那些路就被封上了 我们联手 龙女开口 她并肩飞来 若林波仙子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飘舞 衣裙烈烈 动人无比 好 十号点头 两人忘记了拍龙屁股的不快 因为现在情况无比紧急 这个地方很要挟 绝对有大问题 石胸宝术没有得到 居然还触发了杀阵 这根本不像是给后人流造化 反倒像是要赶尽杀绝 那些古堡 如天文海螺 乾坤黛等 都是可杀教主的大杀器 结果一件都没有人得到 神药更是无故消失 处处不留机缘 算上我 又有一人凌空而来 也极其强大 我们一起走 随后 一个手持螺盘的人也冲了过来 居然是一个懂得占卜的修士 以此修道 后方活着的人一起跑来 众人冲进一条还不曾闭合的路 正是占卜师指出的活路 他修为不是多么强大 但是能走到这里 并且在刚才的血乱中活下来 足以说明了一些问题 还是有些手段的 然而 踏上他所指的路 才跑出去数十丈远 就有浮光闪烁 在这条路上亮起 击杀了二十三人 收 十号一起轻斥 以平日用来熬煮野味的顶将落到 蓝依晨 路易收了进去 几人不曾反抗 因为 外面太危险了 强大如十号也负伤了 中了一道剑光 好大血腥味 好可怕的魔地 你们看 这些死去的人的血液 都流淌向一个方位 占卜师战战兢兢 十号他们回头 不仅是这条路上死去的二十几人 就是刚才那洞府中也是如此 血液在汇聚 流向一个方位 这是一个杀菊 龙女目光冷烈 若星河般的光辉不断闪烁 现在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唯有先逃出此地 轰 璀璨浮光绽放 连那占卜师都死去了 化成一团血光 至此只剩下了四人 都是最强大的生灵 十号一语不发 急速向前奔跑 注意 向左迈步 走那片石灵 在入沼泽打神石 交集喊道 冲出那条路后 见到了复杂的地形 分明是地下 却出现灵地 湖泊 石灵等 嗯 突然 十号若有所觉 生出某种感应 地底 那是他留在秦昊身上的印记 很强烈 应该就在附近 横渡沼泽 见到了一些路径 这边有点不太对头 不是生路 大神石惊呼 然而 十号却没有没有停留 急时而去 结果符文闪烁 前方成了绝路 一堵墙壁挡在前方 可他分明感应到秦昊就在附近 十号寄出丹炉 以那雷霆狂轰烂炸 轰向那面墙壁 井屋模糊 墙壁破碎 居然奏效了 这里有强大的符文法阵 被滔滔雷电干扰 露出前方景物 好 从这里冲出去 大神石惊异 绝路尽头似有生路 后方 龙女几人原本停下了 不想右键出路 也跟了过来 墙后 居然是一片战场 灰褐色的土地 白骨遍地 这是什么鬼地方 不是巢穴吗 十号诅咒 哥哥 战场中 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传来惊呼声 正是秦浩 发生了什么 我进入了一片谷地 那里有一道浴室阶梯 通向虚空中的一座岛屿 遍地都是圣药 更有神药 秦浩进入那里 发现有足有 上千人寻到那里 所有人都想迈上浴室台阶 进入药园 结果 无论是登阶梯的人 还是飞上高天的人 全被神秘法阵斩杀了 鲜血染红了那里 秦浩脸色苍白 道 上千高手 都非常强大 可是却都死了 千人算什么 已经十几万人 蝶血凶巢了 龙女身后一人说道 你活下来就好 示好安慰 若非有长生战衣 我已经死了 秦浩声音很低 这次对他的打击很大 除去战衣外 还有一件秘宝炸碎 带他受死 这是战场边缘 不可深入进去了 我们赶紧离开 这凶巢不对劲 近来只能送死打神石道 一路几尺 打神石不断推演 依照种种蛛丝马迹 指明方向 离开古战场 进入一片丘陵地带 而后又穿过一片区域 再次遇到发光的路径等 只能踏上这样的路 虽有危险 但也有机会离开凶巢 两声惨叫传来 跟住石号 一路而来的两人没挺住 在这条路上被符文抹杀 那些无比弃艳 流淌向一个方位 到了后来 打神使也没辙了 他们一起在地下古路中乱闯 随时会有杀机爆发 有符文碾压 这一走就是一天一夜 期间也遇到了十几古人马 结果一起上路后 最终都死了 只剩下石号 龙女 秦浩 笨 熟悉的契机是 十亿 十号心头一震 看到了前方两道光束惊天 撕裂虚空 伴着混沌气 那是一个人的目光 走 他带头冲了过去 双方重合 果然是十亿 他与五六人走在一起 都非常强大 但是每一个人都浑身是血 负伤了 十号 龙女也好不到哪里去 也已经血染战衣 真是有手段 算计我等 若是逃出去 必要后报 十亿低语 其他人一震 有人惊到 这是有人布局吗 不是胸肠内的考验 考验个毛 十号也到 目光冷烈 龙女双眸深邃 在其背后星空浮现 有一条真龙虚影腾天 她一头水蓝色的发丝飘舞 她在动用秘法 感知周围的一切 最后 她开口道 看来 我在胸肠内的路径中 无意看到的一行骨子一言 是真的 那个人真是好手段 六七事皆如此 汲取各种神血 符文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含毛倒数 不用多说 人们也知道 真蕴含了天大的阴谋 走吧 我们合力闯出去 龙女说道 取出两只断角 原本暗淡无光 结果合在一起 居然散发出一股惊人的威压 震动骨巢 那边 十亿毛子发光 只向一个方向 那里有道骨门 散发混沌光 斩杀任何靠近的人 根据十亿在这里几个时辰的观察 觉得那可能是生路 只不过很难通过 我们联手 应该能闯出去 十号岛 在这门前 他们准备了片刻 结果又迎来十几人 为首者十号认识 竟然是古代怪胎 长公眼 曾在罪周出现 诸位 要拼命了 闯过此地 我们可能会得见天日 若是失败 很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 下一刻 所有人都动用了最强手段 龙女 手持合在一起的骨脚 散发阵阵龙威 让人站立 时宜取出一块残缺的石印 居然有丝丝混沌气一出 长公眼 则是取出一张大弓 漆黑如墨 搭上一只奇异的黑剑 散发恐怖波动 十号寄出丹炉 想了想 又取出原始真解万灵图 持在手中 其他人也都各自准备好了秘宝 冲 随着一声轻斥 众人一起向外冲 啊 很残酷 十几人当场成为肉泥 在这里 十号护着秦浩 一同硬闯 丹炉发光 洒落神秘光辉 跟其他几人联手击穿此门 当 关键时刻 依旧有神盲射来 他以万灵图阻挡 这个地方一片迷蒙 最终 只有几人活着冲过那道门 震散了这里缭绕的混沌气 龙女 十一 长公眼 十号 秦浩 还活着 其他人都死掉了 那些人没有挡住杀捷 果然 他们一冲而出 来到了地表上 急速离开那片可怕的凶巢 血腥味刺鼻 在这凶巢附近 又多了数万人的尸骨 才死去没多久 都是在今天死去的 长公眼道 而远方 人影绰绰 很多人还在逃 要离开这里 显然 地表上 凶巢入口也发生过惨祸 死了太多的人 还有成群成片的生灵在逃亡 十一道 他的毛子发光 望穿了数百里 上千里 盯着谷地 突然 一曲敌音响起 悠悠而鸣 十号等人回头 在那凶巢间 一座如火山般的洞口上方 有一道身影出现 嘴边横住一只玉笛 血月下 他很超然 若一尊哲仙灵士 一昧飘舞 说不出的绝世出尘 这个人很俊美 面孔完美无瑕 肌肤晶莹 散发圣洁光辉 他露出一笑 对几人点了点头 一曲敌音送群雄 这是他温和的话语 他开始吹笛 若仙月自九天上落下 远方 许多人大叫 因为漫天晶莹的花瓣飘落 将那些人击穿 令他们化成血液 这本是一幅归美的画面 晶莹剔透的花瓣飘落 在夜月下分舞 伴着敌音 结果 因为又一位强者凋零 血染谷地 第882章 夜月杀群雄 血月下 那些断山内部空洞 如火山般矗立 寸草不生 一个出尘的男子 嘴边横住一只洁白如玉的骨笛 衣媚飘飘 身体晶莹 站在红褐色的段上方 吹响了一曲仙音 是你导致了这一切 十一双目内锐光流转 在瞳孔间交织成符号 盯着前方 曲音悠悠 若天籁般 在夜月下回荡 那人神色详尽 只是平和地笑了笑 牙齿很白 浑身有肿 掀到气域 连发丝都根根剔透 发出柔和的光 只是 远处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与这种祥和格格不入 血在洒 令人心颤 长弓眼手持黑色的大弓 左脚弓步上前 将一根黑色的剑语 搭在弓弦上 左手持弓高举 右臂猛地向后拉弓弦 一瞬间 这天地都剧烈地抖了起来 以它为中心 扩散出黑色的涟漪 如同潮水般 席卷向四面八方 这是一股强大的神能 自弓箭中散发 四周 各种沙石 古墓 石山等 隆隆窑洞 许多草木拔地而起 在虚空中炸开 更有很多扶上了半空 甚至有些石山断裂 跟住这黑色涟漪起伏 弱海中的扶平般 上下颠簸 法力射人 这就是古代怪胎 一旦动怒 所发出的威势不可阻 这天地都因此而抖动 发出轰隆隆的名音 当然 最为爆裂 最为射人的 还是那黑色的剑锋 吞吐黑芒 绝是犀利 摇指前方胸巢区域 是 终于 他松开了弓弦 一根黑色的古剑飞出 化成一道乌光 破碎虚空 这种景象 神奇皆要胆寒 一见惊事 若是被贯穿躯体 必死无疑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他所蕴含的恐怖威力 如火山般寸草不生的断山上 那身影一纵而逝 凭空消失了 但是 那敌音还在 悠悠扬扬 若一曲仙道宝音 从那九天上落下 黑色的古剑射碎了那里 一冲而过 只贯穿一道残影 并没能几种真身 呼啸着 飞向了天际 刷的一声 那身影再现 彭扶从未消失 依旧散发住迷蒙的光彩 在那里吹笛 斩杀远方的群雄 花瓣飘落 片片沾血 每一片都在抹杀一位强者 呼 大风呼啸 一片乌光从远处击射而来 那黑剑掉头而回 再次射杀向那神秘人 不杀不归 可惜 他太快了 以肉身扭曲虚空 又不见了 当他在线时 身判出现一个口袋 古朴而暗淡 但是大到契机 隐约间破人 这是乾坤袋 这可不是时候 在夏界得到的那个 用来装灵药的兽皮袋子 而是一件真正的可怕密宝 为大杀器 它由数十静白种 古兽的原始神皮组成 符纹密布 可收山川万物 神灵等如果被收进去 立刻要被化掉 成为血与残骨 这东西极其可怕 传说中 仙骨曾有一只宝 由上万种祖兽之皮 祭练而成 号称能装下上界三千周 能熔炼宇宙内 无尽星辰 眼前这件 由静白种古神兽皮 炼制而成 不可能为仙宝 但是也足够恐怖了 长弓眼变色 双手结印 牵引黑色的古剑变相 划过一道弧形线 急速飞了回来 落在他的手中 并且 他背后又取出一只黑色古剑 与手中的那那一只 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一体 要再次射出 不对 忽然 十一一惊 双目深邃 像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其他几人也都悚然 一股良意浮现心头 身体都跟住冰寒 他们见到了无比可怕的一幕 随着敌音响起 那成片的段中 出现很多黑影 从火山口般的洞穴中 爬出成千上万的生灵 都黑如墨汁 气息惊人 嗷吼 他们咆哮着 向这里扑来 鬼魔神 十号神色大变 一眼认出 是人为前欲 而培养出的诡异生灵 他曾在采摘半生果实 见到过 快走 龙女说道 此地过于可步 那个人深不可测 身边还有这样一群鬼魔神 根本不可力敌 成千上万 密密麻麻 如同打开了地狱的大门 他们从寸草不生的火山口爬出 奔笑而来 嗡 那乾坤带放大 悬在半空中 发出一缕缕霞光 口袋已经张开 要将几人收进去 龙女一声冷哼 手中的骨脚发光 猛力一滑 那续空顿时紊乱了 如水波在摇动 只能走了 这处凶巢已被他掌握了部分 法阵随他而开启 无法立敌 长弓也一探 毫无疑问 想反攻根本不可能 几人才逃出来 深知那里多么的可怕 有各种大阵 若非联手 早已死在里面 他们没有犹豫 转身就走 因为身后那群鬼魔神 冲了过来 太多了 鬼影超超 在血月下显得格外猙獰 他是谁 你们认识吗 十号询问龙女 还有长公眼 结果 两人都摇头 以前并没有见到过 那张俊美无瑕的面孔 根本不认识 怎么会如此 秦昊脸色苍白 凶巢 自古长存 居然成为了别人不杀局之地 那个人太过可怕 最近加起来 已经坑杀了十几万生灵 就是心性坚韧如十亿 此时也感觉到阵阵凉意 他心思深沉 少年早会 现在却也觉得 那人过于可怕 依照龙女所说 他曾在凶巢中 见到古代七才留下的 十颗遗言 此人布局六七世了 现在认真思存 每一个人都发毛 六七世过去了 这个人却默默无名 不被人知 这是何等的隐忍 多么的深沉 最后一世才出手 无所顾忌了 不说以往 就是刚才 死在里面的古代怪胎 就有三四位 龙女道出这样一句话 让人沉默 这个人太过要挟 厉害得可怕 利用里面的法阵 击杀众人 毫不留情 我想 他还没有彻底得到 凶巢中的全部造化吧 是在利用众人的血来祭祀 想打开什么 同时 漫长岁月以来 也培养出来了 无数的鬼魔神秦浩道 他是一个兴气很高的少年 可是这次凶巢之行 却被受打击 若无他兄长出手 都不一定能活住走出来 很快 他们冲进了允仙岭 末地 几人想起 传言曾有真仙折落在此地 相传其血精 被凶巢吸收 存于保持中 难道 这个人吸收各种血液 是为了祭祀 饮出那池鲜血 或许也是想利用血迹 打开凶巢一些 他目前不能开启的地带 这是几人的猜测 六七世布局 何其坚韧 此人非常可怕 强盗不可揣夺 长公眼说道 若是从古代怪胎中 选出一人 谁最符合条件 十号问道 一刹那间 所有人都想到了石冠王 号称古来同境界最强大的几人之一 同辈争锋 古今无敌 虽然没有见过石冠王 但应该不是他 因为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 龙女摇头 给予了否定 那样就更可怕了 十号一叹 自古至今 都没有这个人的名字 不曾引人注意 没有仪式夺冠 只在这最后仪式 绽放璀璨公辉 他们已经追上了前方 正在逃亡的各族生灵 都是强者 可现在却都在亡命远顿 想立刻离开这片恶土 呼喝声 长啸声不时响起 这天地间都在飘落花瓣 带着芬芳 若玉势刻成 晶莹欲低 斩落而下 每一片花瓣都黏着血 击杀一名强者 身后敌音不觉 化成成片的阴符 斩杀群雄 可怕到极点 雪花不断闪现 看起来很欺艳 带着血丝的花瓣 十分绚烂 若繁星点点 漫天坠落 在山地中芬芜 那个人追来了 站在虚空中 嘴边横住 杨枝白玉般的古迪 驱动上万鬼神魔而行 烟红的月光洒落 显得妖艳而美丽 那个人超然世上 不识人间烟火 可是敌音悠悠 却又让所有人 都感觉到头皮发麻 寒毛倒数 你这么狠辣无情 就不怕遭报应吗 有人临死前怒吼 回应给他的 只是一片 由符文化成的花瓣 斩进他的眉心 带出一串 红艳艳的血珠子 天空中 那个人出尘依旧 神色平和 看起来无比圣洁 嘴角带着笑 不发抑郁 花瓣并未飘落像龙女 十号他们 因为天空中那个人 不做无用功 他知道 这种大面积杀伤性古文 难以奈何几人 不过 鬼魔神在咆哮 足有上万句 冲杀向十亿他们 这些东西追不上我们 但是为何 我感觉到振振心计 秦昊自语 觉得有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了 准备血拼吧 前方肯定还有 鬼魔神十号说道 果然应言 他话音才落 允仙岭前方便传来呼啸声 数千鬼魔神浮现 从山体上跃下 扑向所有人 啊 群雄惨叫 在悠悠敌音下 很多人叠血 被群魔撕碎 这些鬼魔神都很强大 有一部分都早已是真神 神火镜的人怎么抵挡 而且这么多 漫山遍野都是 血色月光下 山林成为了杀戮地 化作可怕的修罗场 杀 十号全力出手 艰难闯出陨仙岭 第883章 仙气横梁 血月下 魔影超超 咆哮声震天 十号他们逃出了陨仙岭 在他们的身后 很多修饰在哀嚎 被鬼魔神追上 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铺天盖地 一万多头鬼魔神 啃食血肉 那种场面 让人不忍目睹 危机并未解除 还有数千头鬼魔神 追了下来 虽然快不过十号他们 但对沿途逃命的修饰而言 却是致命的 沿途遇到极小谷 不知从什么地方 冒出来的鬼魔神 他们一起强势击杀掉了 要彻底离开这片区域了吗 秦浩低语 他厌恶这里 想立刻离开 这已经远离凶巢 距离最凶险之地很远了 最起码不用担心 有莫名法阵被激活 而遭险情 在这片区域 人影兮兮落落 除却他们外 还有一些零散的逃亡者 分散在山地各片区域中 呜呜 突然 敌音止住了 短暂的寂静后 号角声突然响起 带着不祥 有一种可怕的魔性 秦浩当即就是一个亮呛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上 哇的一声 渴出一口血 可以清晰地见到 一道又一道连衣扩散而来 让山川都在撕裂 各种古墓暴碎 巨大的山石 寸寸化成鸡粉 那连衣是从天而降 笼罩大地 神秘人在线 淤血月下飞来 战衣飘舞 他收起了洁白的古笛 再吹一只古朴无华的号角 竟然是天文海螺 这是一件大杀器 威力强决 就是神灵被其扩散出的 涟漪触到也要爆碎 轰 石一出手 祭出一块残缺的石印 带着一丝丝混沌器 猛力一阵 将笼罩而来的涟漪都积散了 显然 这块石印很神秘 异常地不凡 附近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根本没有什么强大的古堡对抗 扑 一个点燃神火后 非常强大的神灵身体破裂 化成一团血物 形神俱灭 而这才是开始 扑扑声不绝于耳 在这片山地中 幸存下来 活着逃到此地的人都惨叫 捂住耳朵 仰天哀嚎 神音灌耳 天文海螺发出的光 扩散下来的涟漪 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击碎 根本不能抵挡 即便有些人持有秘宝 也扛不住 兵器在第一时间被击裂 宝树也迅速溃散 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恶魔 你是一个无情而残忍的魔鬼 有人大叫 只是得不到任何回应 虚空中那个神秘人 空灵若仙 独在屹立 无情地吹响海螺 这片山地 除却十号他们外 几乎被血洗 没有生灵活下来 是 此时 龙女手持骨脚 猛力一滑 竟撕裂了虚空 辟出一道刺目的光刃 展向高空那个神秘人 我们冲上去杀了他 秦浩握拳说道 这个人居然远离凶巢 这样追杀下来 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这也许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事实上 几人都想杀上去 斩了此人 他们是何等人物 纵横天下 傲视一视 像龙女还有长公眼 更是不止一时称遵 今日居然再次被追杀 只是 他们克制住了 十一目光闪烁 道 此人敢独自追来 必有倚仗 多半又有大麻烦了 一刹那 十号双眉一条 感觉到了一场 道 坏了 虫朝来了 他明白了 神秘男子吹响号角 不仅是在灭杀群雄 还是在召唤虫族大军 要借此格杀他们几人 龙女 十一都已变色 因为听到了震齿声 如同金属板在摩擦 让人觉得牙根发酸 身上起鸡皮疙瘩 很快 天空中的血月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乌云 扑天盖地而来 这是什么虫子 就是冷静的长公眼都变色了 尸声惊呼 太多了 密密麻麻 黑压压一大片 几人头也不回 急速飞逃 那虫子太多了 从支架大到拇指长 应有尽有 笼罩了虚空 快速而来 扑 后方的山林直接就破碎了 各种古墓化为乌有 甚至连山头都被扫平了 这只是虫巢的一次俯冲而已 黑神虫 十号目光赤胜 他早就见识过这种虫子了 最弱的都在尊者境 有小半数都点燃了神火 这么多合在一起 人力不可抗衡 这虫子漆黑正亮 形体争鸣无比 背后生有一对透明的翅膀 横空而过 破碎一切阻挡 一座一座山峰随着他们的追杀 而轰隆隆毁掉 一撞就他 化成碎石 几人交集 若是几百头也就罢了 这可是以万为单位 很多都到了神火境 如何去对抗 长时间下去 必死无疑 最为关键的是 这片谷地中不能动用破空符等 即便能切开虚空 也不能横渡 非常的诡异 当当当 火星四溅 成片的黑神虫 俯冲了下来 与几人的宝具撞在一起 铿枪声震耳 砰 十一阵影 一瞬间成片的虫子落地 可见那块残缺的石影 多么的可怕 引人侧目 龙女也催动手中骨脚 发出霞光 天空中的虫子 顿时噼里啪啦的坠落 化成了鸡粉 同样霸道 长弓眼则对准了虚空 瞬息开弓射箭 一道乌光冲天而起 扑的一声将虫巢中的一个头领射得暴碎 连带住周围一片黑神虫死去 落下天空 十号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虫子 但是现在所见 比在神果灵时遇到的还要多数倍 都是他养的 而且不止一处虫巢 十号盯着虚空 第一次觉得 这个人太可怕了 在凶巢布局六七室 还养了这么多黑神虫与鬼魔神 在这片区域谁与相抗 甚至 等这个人出关 仙谷都将有一场劫难 咔嚓 十号祭出丹炉 让那天河水倾泻 顿时雷电茫茫 将无数的黑神虫击落下来 秦昊也在催动长生战衣 灭杀虫巢 奈何 虫子实在太多了 铺天盖地 有一半都是神火镜高手 这样的虫巢 这样无穷的神奇 谁能挡得住 即便有强大的古堡在手 他们也不能持久大战 不然必会被耗的干涸 战死在此地 快了 即将离开这片区域了 只要闯出去 这我等就可以横渡虚空 虫巢就追不上了 甚至我等还可掉头 去杀那个神秘人十一岛 他双目朔朔 光束裂天 看向远方 觉得只要再坚持住一段时间 就能闯出去了 最终活下来 此时 他们遇到了生死大难 对于这等人物来说 平生少有 呜呜声不绝于耳 那天文海洛依旧在想 那个人就跟在后面 驱动虫族大军追杀他们 万虫之王 十号望向空中 看到了神秘人的尖头上 有一只虫子 被一团光包裹住 散发波纹 在号令虫巢 虫帝 他居然养了一只虫帝 龙女露出凝重之色 这很麻烦 日后此人若是出关 也许还能召唤其他虫巢 还不算虫帝 没有进化到那一步呢 不过快了 长弓演道 十号心头一动 他感觉自己的发丝间 沉睡的黄蝶在茧中动了一下 像是有所感应 翻了个身 这个人不简单 体外有掀气缭绕 竟看不透气体内虚实 实意说道 他为众统者 可以忘穿一切 可眼下却遇到了麻烦 真的是仙气 龙女神色大变 一边向外闯 对战虫巢 一边回眸 凝视高空 道 踏 迈出了那一步 踏出了前嫌不曾走出 的那一步 秦浩金问 这一世麻烦了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超越前嫌 媲美仙谷纪元 最强的生灵 在准备 在闭关 有机会成功的人 都集中在这一世了 龙女自语 若是能活下来 我也要进行最后的 充关了 长弓演说道 他觉得压力倍增 十一道 原来迈出那一步 会有仙气出现 这将会是衡量 终极王者的标准吗 看一看 他是否只有一道仙气 龙女道 还分几道 十号文言 露出亚瑟 美仙一道 战力激增一节 长弓演道 显然古代怪胎都知道 挑战极限 迈出那一步 修出仙气 才是终极最强者 看不清 那物被溶散了 裹着他的躯体 十一道 他是故意的 不想被人看出 不过 便是古代怪胎 能超越前嫌 迈出那一步 媲美仙谷纪元 身上能有一缕 也就算巨大成功了 快闯出去了 秦浩道 他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即便有人帮助 也已经脸色苍白 噗 终于 有黑神虫突破进来 刺穿了秦浩的躯体 砰 十号一掌拍出 将他体内的黑神虫震出 而后直接将他收进了顶内 不让他冒险了 因为该历练的 都历练了 此刻 便是十号 龙女等人也快坚持不住了 毕竟那是成千上万的神奇 在扑杀 任他们天大的神通 也架不住这种群工 除非修炼出一道仙气 超越古人与前嫌 迈出不曾有的路 长弓演道 回去我就闭关 超越历代古人 十一说道 要将自己的路走完 我的道若是圆满 会出现一旅 两旅 还是更多的仙气 十号心中自问 几人杀到筋疲力竭 都快支撑不住了 到了后来 他们身上都已染血 遭受重创 这个人是自负还是谨慎 居然不曾杀下来 只让重巢袭击我等 十一道 因为 他看不透你手中的石印 我所掌握的骨角龙女说道 又瞥了一眼 长弓演的黑色大弓 并且 他也在徐十号的万灵图 道 那块骨很特别 为何不用出来 他只能被动防御 十号苦笑 几人咳血 终于冲出了这片谷地 闯出迷雾鬼灵 重巢止步 不曾追杀出来 几位 再见那人温和地说道 长衣飘飘 宛若折仙 站在血月下 空灵出尘 他转身离去 嘴边横起一只洁白的谷笛 这一次的曲音无比轻柔 伴着月光 他慢慢远去 几人沉默 看住他的背影 以及消失是重巢 所有人都死了 凶巢附近 有十几万生灵陨落 这是何等的惊人 让人心惊的是 此时地上不断有血光冲启 向住那个人汇聚而去 还有符文韵在血液中 神光灿灿 最后 符文将他环绕 而血液最终会向凶巢 走了 去各座城池贴上他的画像 看一看能否有线索